看你们每天大吃大喝 嗨吃嗨喝的 我们今天也去吃 吃中餐 穿菜 然后开车一个小时才能到 我们到了 一个小时的车程 外面还下着小雨 老包尿 又和他的好朋友见面了 你看看 他在车上睡着了 蒜苗 这个叫啥呀 河粉吗 牛骨和干草 真好 好香 好香 你看看就很好吃 好香 这些新年的经典 终于过了一把新年的衣服 在家吃 吃不亮的感觉 知道吗 这个老熊我学经典 吃了一顿冬餐 很过瘾 真的像是回去中国过新年一样 你看 是吧 满足了 还有还有芥菜肉 你看 还有那个叫什么 毛雪旺 毛雪旺都吃上了 你看看 过瘾不 过瘾不 就当回 回回回回家过年了 是吧 马上快吃完了 他们生意还很好了 你看很多人 在这儿呢 开车一个小时 就为了吃一顿饭 容易吗 就为了吃那一份 那个什么 梅菜扣肉 这过年呢 不吃扣肉 这是不是跟烧店啥伤啊 他那个饭店是正宗的川菜馆 生意还是蛮好的 总算是过了一半 嘴瘾 今天很好 虽然不能回国 但是呢 也没有缺水 该吃的都吃上了 饺子也吃了 扣肉也吃了 酒也喝了 今天没有喝酒 害怕等一会儿喝多了 宝宝妞 没人管 所以自从生了 我很少喝了 以前经常跟朋友 隔空干杯 隔空干杯之声什么 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是 食品 跟国际的朋友 食品喝酒 现在很少了 要因为工作的事情嘛 一喝很当务事 这七年 公司也放假了 我也休息两个星期 初八都上班了 上班 有今年事情好多 一年都不能闲着 第一件事啊 这天气一暖活 都开始整理房子的事情 然后呢 接下来 还有一件更重大的事情 就是我们品牌 三下设计店的事情 房子是第一件大事 三下设计店 也是国内的一件大事 所以说 这今年一年 都不可能会闲着 忙一点也好 你知道吗 这几天过年 我睡了两天 然后其他的时间 就真的好无聊啊 就是每天忙习惯了 就是早上定点起床 然后呢 该干什么 都有那个 我列好的那个单子 在冰箱上贴着 几点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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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每天早上就是 差不多就是一套程序一样 好像有个机器一样 给它输了程序一样 就这样 要做什么 做什么 这忽然啊 就是一放 哎呀就觉得好无聊啊 我的天哪 不知道要干什么 就是好像这个程序 一下给打乱了一样 就是有计划的这个生活 你就觉得是很充实 就是没有计划 闲下来的时候 都觉得是无聊 还好休息休息 也蛮好的 你看这几天气色过来了 今天又化了一个单装 我主要出门 我就会化单装出门 时刻保持对生活的热 时刻保持对生活的热度 然后呢 让自己的状态永远处在满格 大家知道那个手机充满格电的时候 永远保持满格电的这个状态 哎呀不容易啊 就圆一辈子 是吧 总是要火出点精彩的内容 然后老的时候 跟这个什么孙子孙女 讲一讲故事 有故事可讲 所以说啊 女人反正是怎么说 让我来说啊 就是精神独立 第二 经济独立 这两点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都一定要保持的一百分 真的 我们在生活中 尽量去把自己呈现出一个最完美的状态 虽然说没有百分之百完美 但是我们就是尽量去做到最好 对吧 然后呢 在不忙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静下心来 然后呢约上几个好友 喝上 啄上一小微 然后呢 谈天论地 风风火火的笑上几声 总之不管怎么样哈 我们就是要有一个滚烫的人生 不管在什么状态下 我们都不能失去自信的我们 自律的我们 等你去在下面锻炼身体的 大家都说最近他瘦了哈 是 他自从这个 那个新冠好了之后哈 他每天 就是回来之后哈 吃完饭 他就在下面开始锻炼身体 给你们看一下 走 哈 您 大家都说你瘦了 朋友们 都说你瘦了 每天他跑五脉 他能够瘦吗 他说要一定要坚持 把这个肚子给剪下来 我就忽然想起一句话 是这样说的 低级的欲望 放纵即可获得 高级的欲望 克制才能得到 其实真正啊 让我们好起来的哈 只有自律和自信 所以杨女婿哈 真的 他对这个生活 还是蛮自律的 健康的身体 就是要运动运动运动 拜拜 拜拜